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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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Daniel 那有在看我們頻道的人就知道 我個人呢 其實是非常喜歡 並行鏡頭的 就是 並行鏡頭拍出來的感覺 那好巧不巧呢 就是 正成我們的乾爹呢 也知道我這個個人的偏好 所以 它有一套新的叫 斯瑞德的變形鏡頭 它就拿給我說 欸 你們如果喜歡變形鏡頭 你要不要來玩一下 這一組變形鏡頭 那這一次 斯奈德它 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它跟讀鏡做了一個配合 那後面你看看這個藍色鏡頭的部分 它主要是 讀鏡 專門為斯奈德出的 一個特別的版本 那我們就 拿這一組變形鏡頭 我們去拍了一個 我們自己的創作 那我也會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使用這一組鏡頭的時候 到底 有什麼樣的困難 必須克服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我覺得 我喜歡它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們就看影片吧 嘿 過去的你好 好嗎 或許曾經 某段痛苦的時光 戳著你 無法往前邁進 那些一次又一次 跌進漆黑深淵裡 被整個世界遺忘的每一天 甚至都已 不再讓你期望未來 逐漸的失去了動力 只想停下來 行屍走肉 到最後已經提不起精神 做任何事情 就連呼吸 都覺得多餘 好嗎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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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往后 为了自己而努力 为了自己而感到开心 即使过去已无法改变 但在这疗愈的过程中 你可以重新学习快乐 我知道 你可以 2022年 十二月十五 祝你生日快乐 第一个 好剛開始我拿到這個鏡頭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一點點困惑啦 因為它跟我一般接觸過的變形鏡頭不太一樣 它必須經過一個套筒去做一個轉接 然後才能夠達到變形鏡頭的效果 但是一開始我們真的摸索了很久 你要使用這套變形鏡頭的時候 你必須先在藍色這個鏡頭的追焦環這邊 先把它放到無線遠 然後你才可以在前面的套筒這邊去進行追焦的部分 那這一點呢如果大家要使用這套鏡頭的話要提醒你 因為它的這個前面的這個桶的地方 當你在進行對焦的時候 它的桶是會往前伸的 你的對焦馬達它要比較寬 你才能夠去有效的對焦 對那我去看一下網路上的影片 其實大部分的人使用這套變形鏡頭 都是架在三角架上面去進行使用 對那我們就比較Hardcore一點 我們這一次就是所有的都是用手持的方式去進行拍攝 我們沒有上到三角架上面 所以在拍攝上面其實我覺得真的是困難重重 真的是蠻辛苦在使用這一套鏡頭的 好講一下這顆鏡頭的優點跟缺點好了 不是說缺點我覺得可以在改進的地方 那我先講優點的部分 對那在在顏色發射上面 我個人其實蠻喜歡這一套鏡頭帶給我的感覺 尤其是比如說我們會有一些逆光的場景 其實它白蒙的那個狀況 雖然它有帶一點點黑柔的感覺 但是它其實邊緣算是我覺得算是瑞麗吧 對然後發射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雖然我們Alvin沒有很喜歡這個發射 但是我自己對於這個發射是覺得它很有特色 對那我們去進行這樣的創作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發射對於我們的創作也有蠻大的幫助 可以在改進的地方就是因為畢竟它是一顆變形鏡頭 但是我覺得它椭圓形的閃鏡或是拉絲的光 它並沒有那麼的明顯 對焦環在對焦的時候它會一直往前伸 所以我們的對焦馬達其實沒有那麼的寬 所以常常到最後呢 就是對焦環它整個都已經跑出去對焦馬達 你是沒辦法對焦的 所以你不管怎麼轉怎麼轉 它都沒有用 總結而言呢 這顆鏡頭我喜歡 我覺得蠻推薦給大家的 對但是至於要不要去買嗎 我覺得如果可以租得到 我覺得先租來玩看看 因為畢竟變形鏡頭不是一個非常常會使用到的一個鏡頭 這次的影片比較特別 我們是有一個劇情在跑 也是嘗試看看說 就是我們觀眾對於這樣子的影片有沒有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底下留言給我們